你们中国人就是没教养 进门也不知道敲一声 日本的教养 就是引军刀 去品业的国家来杀武功 有军事 去践踏别国父女的尊严 你们就是一群丧尸天亮的畜生 这绝对是我看过最离谱的抗日神剧 仇恨哥顾伯华在屋外看到一群鬼子在欺负女学生 但对方人多是众他没有选择贸然出击 而是转身冲回了礼物 就在我以为他是回吴超家伙时 谁知屋内竟还坐着个日本女人梅子 正所谓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两人当即开始互相辱骂对方 梅子没料到眼前的男人竟然如此无礼 气得直接一个大嘴巴就扇了过去 不曾想这下彻底惹恼了仇恨哥 他一把掐住梅子的脖子就对他继续辱骂 可不料下一秒就画风突变 结果俩人就这么无礼了一夜 但这还不是最离谱 第二天仇恨哥清醒后便向梅子道歉 起料梅子的回答更是让人大跌眼镜 你是说那事了那事需要道歉吗 你给我带来了无限的欢乐 那是应该我谢谢你的事 我从来没有那么痛快过 你是我心中真正想要的男人 这一下弄的仇恨哥也很事无语 只好耐心地跟梅子解释起来 那不帅是仇恨 懂吗 仇恨 那世界上会有那么幸福的仇恨啊 可哪知对方却根本不在乎 还扬言要让他仇恨一辈子 那你就仇恨我一辈子好了 果不其然到了晚上 仇恨上瘾的梅子就过来找到仇恨哥 想要再次受到仇恨的鞭挞 看对方二话不说就进了屋 仇恨哥赶忙上前阻止 他首先义正言辞地拒绝对方 见梅子还是一脸懵懂的样子 便只好又耐心地解释起来 做完那件事不是因为爱 而梅子虽然依然不能理解 为什么那么美好的体验会是一种仇恨 不过那些显然都不重要 只要能继续一起仇恨便好了 你就继续仇恨我吧 我真的很想你仇恨我一辈子 就这么一来二去下 俩人竟然还有了仇恨的结晶 而日本战败后梅子准备逃回祖国 可俩人的孩子却没办法带上出来 于是他只好将孩子托付给一个大爷 但大爷却害怕仇恨哥会不认证 谁知梅子却说道 他只要看到杜兜 就一定会认儿子的 于是他便当着大爷的面 解开了孩子的衣服 露出了里面杜兜上的两行大字 而大爷在看过后竟然也深以为然 看到这我都不得不佩服编剧的脑 真就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 离谱到家了